北京协会从2014年成立以来 已经走过了四个年头 对于一个协会来说 四年的时间很短 但对于参与了协会发展的我们 这四年却很充实 通过大家的努力 沃泰华北京协会从无到有 从概念到实体 从几个人到一百多人 一步步发展成为了 一个在沃泰华华社 有一定正能量影响力的社团 作为沃泰华北京协会的 创建人之一和前会长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北京协会这四年的成长经历 我认为北京协会的顺利发展 可以归功于以下六点 第一点 北京协会有一个团结奉献的理事班子 在这四年里 共有23人担任过北京协会理事一职 但由于工作 家庭 身体等各种原因 先后有9名理事离职 这23名理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无私的奉献 为了协会的发展 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个人时间 线上线下的开会讨论 认真规划协会的发展战略 利用个人的资源 为协会各项活动提供无偿的支持 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为协会广作宣传 第二点 精心策划每一次活动 协会四年中的每一次活动 及活动中的每一个环境 都经过了理事会反复讨论 和精心策划 在活动中 各位理事丰功明确 无论是宣传推广 还是后勤保障 都能做到各司其职 而又相互配合 第三点 一支热心奉献的义工队伍 北京协会举办的各类活动 在沃沃华社有很好的口碑 很多人问我有什么诀窍 我总是非常骄傲地告诉他们 我们北京协会有一支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的义工队伍 从北京协会第一次亮相秀的 新年大碗茶 到一年一度的迎春饺子宴 从麦克莫里堡的赈灾一眼 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推介会 每一个活动中 都有我们义工队伍奉献的身影 有他们在 北京协会底气超足 第四点 形势多样 内容丰富的兴趣小组 北京协会 人才积极 经济票友 农业专家 健身达人 钓鱼高手 史学爱好者 文艺发烧友 等等等等 由此自发组建的各类兴趣小组 比如交流种花 种菜经验的四季青小组 探索过去展望未来的历史小组 带领大家锻炼的健身小组 时常K歌 吟诗朗诵的玄歌牙役小组 等等 这些性力小组 以其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活动 充实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给我们平静的生活 带来了许多欢乐和乐趣 第五点 联合其他华社 支持沃泰华 华人社区的活动 北京协会尊重 并支持沃泰华 其他华人社团 主动参与他们 举办的各项活动 积极联合他们 共建美好和谐的 沃泰华华人社区 从春节的庙会 到各同乡会举办的春晚 从新年音乐会 到郁金香节 很多华人活动中 都有北京协会的参与和支持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我们北京协会 广大会员对协会的大力支持 他们积极参与 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为协会的发展出谋划策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 沃泰华北京协会 成功地完成了 理事的换届选举 新一届理事班子 更加充满了活力和创作力 我相信 我相信在新一届领事会的带领下 秉承团结自主 合作创新的原则 沃泰华北京协会的发展 必将更上一层楼 再创新辉煌 您应该再创新辉煌 请不含 入口 不 煌